为了来帮助里内的低收入户 能够过个快乐的端午节 土城区乐立里里长 结合了善心人士 从知名的便利商店 争取到50组的端午节礼盒 准备要来分送给里内的低收入户 而这个乐心的里长呢 他也很怕民众没有接到讯息 一通一通的来打电话通知他们 你们家没说 你今天两点来给我当中心 没有人全家送一些肉粽来 还要给你们 你现在过来好不好 里长电话一通接着一通打 从记者进门开始完全没听过 会这么忙碌 是因为要分送端午节肉粽礼盒 给里内中地收入户 这是并说我们有三星人士 捐赠我们端午节 大概约50份的一个 种植蛋糕跟礼券 那我这些个来源 通常就是说我们平常会收集 有来理办公处申请所谓的 健保分期给付的 付不出健保费的 然后或者是说申请家里有突变 甚至马上关怀啦 那或者是说他曾经申请低收入 过不了关啦 或者原本我们政府单位 有给了一个低收入户的一个资料 那这种种 甚至包括曾经在里内住过搬走了 这些人呢只要电话还留着 我们联络得到 那只有来源我们其实是不分乐立礼的 很高兴很感恩 里长在三星人士帮忙下 从致命便利商店争取到50组礼盒 除了肉粽还有蛋糕 以及各式不同礼盒 大小也都不一样 该怎么分配 那就是由细心的黄里长 依照家庭人数和各家需求来分配 为了要确定领取人数 里长都会一一将里内低收入户资料建档 方便查找 就算已经搬离乐立礼也没关系 只要是说我里长知道需要帮忙的 我们会把这份的东西 虽然是说不值钱 但是那个温馨的感觉 让我们这些弱势族群能够感受到说 社会对他们事实上还蛮关心他们的 离合多少不重要 里长以及三星人士冬五送暖 帮助弱势家庭 这份大大的温情早已超越物质本身 最后新北新闻土城采访报导